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里奥文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 住在台湾以后发现台湾与俄罗斯之间的差异 虽然台湾的景气不会比俄罗斯来得很冷 但是台湾的景气比俄罗斯更潮湿 也比较常下游 常常一不小心就会得到感冒 在台湾加入你感冒了 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直接去诊所 刮个号,看个医生,拿个三天药就可以了 但是在俄罗斯就完全不一样 看病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折磨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在台湾看病 跟在俄罗斯看病到底差在哪里 在影片开始之前 假如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想提醒你,现在正是时候 订阅我的频道并按下小铃铛 好,让我们开始吧 我先分享一下,在俄罗斯一般是怎么看医生的 在俄罗斯看病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去属于政府的医院 大部分的俄罗斯人都会去这样的医院 因为看病是不用钱的 一切看病的费用都有政府租 第二个选择是去私人医院或是诊所 或去这种地方的人通常是病情比较紧急 或是不想去政府医院的人 政府的医院拥有两种 第一种是比较小的医院通常是服务病情比较不严重的病人 大部分有小感冒的人都可以去这种医院 而另外一种是大医院 去大医院的人通常是病情比较严重 需要做手术或是需要住院 知道了这些以后 然后来说说在俄罗斯看病的流程 在俄罗斯看病一般来说 病人需要去医院差不多三次 没错就是三次 第一次是去看类似佳科的医生 看完病后该医生会告知你要去拿一个门诊看病 并且给你一个单词 第二次去看病的时候 需要拿着佳科的单词去指定的门诊 假如没有这个单词你是不能去门诊看病的 以前可以跳过佳科的诊断 但是现在好像有规定要你先去看佳科 然后才能去其他门诊 看病的时候假如需要做一些特别的检查 医生会要求你去做 这个时候你必须去不同的检查单位做医院 当你检查完了以后 带着所有检查报告再去医治医院 当医生看完这些报告了以后 他会给你煮房间 然后你再带着煮房间去药局买药 以上这些就是俄罗斯人看病的流程 在台湾假如是小感冒 去住家附近的诊所看病就可以了 假如是大感冒 必须去大医院顺利的还第一天 就可以看完病和做完所有的检查 然后下一次去看病时再去医院拿药 但是在俄罗斯你绝对不会那么舒服的 首先大部分的俄罗斯人都会去政府的医院 因为看病不用钱 所以通常你看病时需要等很久 你再会看到医生 你大概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去看医生 接下来在第二次看病的时候 假如医生要你做很多身体检查时 那会很疯狂 因为你需要去不同的检查单位 然后个别跟他们约时间 假如你幸运的话 当天就可以检查了 但是通常当天是约不了的 因为要做身体检查的人也超级多 另外不同的检查单位也不一定会在同一天检查 也就是说假如你有三项东西要做检查 你有可能要花三天去做检查 所以生一次病可能要花两个星期到一个月来看病 有时候可能会更久 假如你有俄罗斯的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满排次去看医生 因为在俄罗斯看病真的太麻烦了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假如有工作 还需要和公司请假去看病 而且可能需要寻很多天 因此大部分的俄罗斯人 假如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 我们会比较倾向去药局直接买药 例如感冒就买感冒药 头痛就买止痛药等等 除非真的到了患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才会选择去医院 在俄罗斯看病对俄罗斯人来说 有时候真的很痛苦 另外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看病的诊息变得更复杂了 我就我朋友最近的例子来说 他之前胃痛的很严重 所以决定去看病 在看病之前他需要去做COVID-19的检查 检查是因性的时候才能带着证明单 去看医生 但是证明单的有效实现只有三天 证明单过去了就得重新检查 在整个看病的过程中 他去做COVID-19的检查工作了四次 因为他要照尾镜 所以去医院看病去了四次 因此他这次生病他需要去医院八次 他真的非常倒霉 在俄罗斯医区政府的医院看病虽然不用钱 但是当你拿厨房签拿药的时候 你还是要付药的钱 并不是完全不用费用 台湾虽然要付医药费 因为有健保的关系 费用的负担就显对的小 在俄罗斯假如你去世人诊所看病 看病的费用通常在500台币上下 假如你要做外的检查 你就要另外付费 例如我朋友说一次COVID-19的检查的 费用需要约台币700元 他做了四次检查 所以他这次生病花在COVID-19的检查上 大概就台币2800了 这是非常可观的金额 我这次的经验是看牙医 通常看牙医 我们会去世人诊所 假如你要去洗牙 在俄罗斯大约花750元 如果牙医发现你有蛀牙要补 不一颗牙齿需要台币400元 今天假如你有三颗牙齿要补 那你就要付台币1200了 当时当我在台湾看牙医时 我发现在台湾看牙医 费用没有在俄罗斯那么贵 而且牙医都很亲切 服务很好 转换和环境都是遗留的 因此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当台湾人很幸福啊 俄罗斯不想台湾有那么多的小诊所 放不在住家附近 而且也没有当一门诊的小诊所 只有牙医门诊才有 我觉得这点在台湾真的很棒 要看病在住家附近就可以找得到诊所 急着要看病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很方便 另外看病的等候时间也比较短 快的时候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就可以拿到药了 有时候甚至不用特别去 请一天的假去看病 不过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 我没有要表示俄罗斯的医疗体系很糟糕 毕竟我从小生长在圣别的宝 我已经很习惯这样的看病方式 虽然会造成很多不方便 但是我还是认为有这样的看病程序 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不过我还是私心的希望 在需要看病时 L4能跟台湾一样有很多小的诊所 不得不说台湾的医疗真的很发达 整个的医疗环境很舒适 住在台湾真的很方便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今天我分享了在俄罗斯看病的经验 以及比较在台湾和在俄罗斯看病的差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国外看病的经验呢? 有的话你可以在下面分享你的经验 加入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分享给你的所有的朋友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 拜拜